拜登你又来了 拜登真的很爱搞这一招 又找了这些领袖 美日英澳一起开会 说中国大陆在南海 东海 南亚 台海都有侵略性 埃班尼斯也配合 说相信AUKUS会得到未来 任何一届美国政府支持 你跟川普说是吗 是这样吗 然后还说美澳共同支持 维护台海和平 中国大陆在南海 胁迫等等 我先问一下蔡委员怎么看 因为你可以看到 印度它真的是很怎样 很爱扮演被中国大陆说是嚼屎棍 因为它怎么样 它常常就是跟美国站在一起 然后对于中国大陆主办这些什么 像是上河还有金砖 都是有一搭没一搭又冷遇 比如说巴基斯坦举办上河组织会议 26国要去 就它有可能要缺席 然后你可以看到是怎么样 关于金砖货币等等这些 你都很有意见 莫迪是一个很有脑筋的政客 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底线 但是对于他的利益 他一定是定位的很清楚 每到他要选举的时候 他就是弄北方跟中国的领土的争执 然后在印度里面造成头版新闻 然后扮演一个什么民族主义的捍卫者 那种角色 印度教的民族主义 在国际上他一方面要表演给美国看 一方面又不得罪俄罗斯 然后对中国是完全不搭理 他基本上是采取这样策略 那他越跟中国疏离 就越能讨好美国 那美国就要拿出真金白银来讨好他 哎呀你缺涡轮这个发动机 我给你涡轮发动机 你的光辉战机飞不起来 我让你飞得起来 所以他这个策略上 是实现一定的目标 美国就把很多的工厂 就赶来赶到印度去 这个就是他获得的利益的地方 所以印度能够维持今年 可能大型国家里面经济成长率 最高的纪录就在这里 他有可能今年会再度突破 7%的经济成长率 他除了内部的年轻人选票要不到以外 年轻人失业率偏高以外 其他的他还是权力掌控的很稳 那巴基斯坦他当然不会参加 印度跟巴基斯坦是什么关系啊 他坐在底下看巴基斯坦当主席 他就一副那种牙丸眼邪的样子 他就跟你不去 牙丸眼邪 那你觉得巴基斯坦会对他客气吗 也不会客气嘛 对不对 这两个国家一向都是大眼邓小眼 我们外人也无法处理 像上一次活动 他这个不参加就马上跑去跟土丁 爱撒子 对不起对不起 不是我看你不起 你当主人我怎么可以不来呢 可是因为在座有我讨厌的人 所以我来拥抱你一下 你不要生气啊 你要继续让我赚你石油的钱 还武器我要买啊 对啊对啊对啊 他就是一个什么 一个很会投机的商人 很会投机的印度商人 那这一点 他是印度的在国际上生存之道嘛 他是一个全世界 几乎周围找不到敌人 他旁边即使跟中国 还隔着一个喜马亚山 两边说要爆发军事冲突也很难 剩下的隔壁左邻右舍都比他差的国家 所以他吃定所有的人啊 他可以在南亚称霸 可是南亚称霸 他没有外来的资源 他成长不上来啊 所以就用这种游走各方 拿取好处的方法 从美国拿到不少 从俄罗斯拿到不少 他只是发现说 从中国拿不到 所以当时对中国会怒目相似嘛 如果从中国拿得到的话 我跟你讲 他会搬着一张脸皮笑嘻嘻来 来笑给习近平看 这个就是他的风格 你只要知道他的风格 对他今天的行为不用太压抑 也不用把他当敌人 也不用把他当朋友 就把他当路人 这是最好的处理方法 各地捞 对 海底捞 各地捞 欢迎他来中国吃海底捞 我想问一下倩姐你怎么看 因为美国就真的很喜欢 拉这个印太的这个 他们的盟友嘛 美日应要通通来 你觉得川普上来还有这一招吗 好另外再来看到是说 你要拉这个 然后呢印度做了这样的表态 中国大陆也会亮舰啊 菲律宾也真的不要乱啊 菲律宾又要想要来宪宾交闹事了 中国大陆有十艘舰艇呢在附近 还有一艘海警船外面 所以呢可以看到中国大陆辽宁舰 也到了菲律宾海 宫古岛东南方1360公里 也是进行舰载机的起降 所以呢 那Quad的这一招你只会搞军事 但是呢经济的这一块 还是会做出比较理性的判断 我先简单的说一下Quad跟AUKUS 在那个AUKUS的部分呢 不是本来是要英国的潜艇到澳洲去建吗 可是你如果现在看AUKUS的执行计划里面 已经没有什么英国的潜艇了 就是美国的旧潜艇到澳洲去 而且呢中间的预算 澳洲只要负担很小它的基地的预算 其他都是美国的预算 也就是说AUKUS就是一个门面 表面上是英美澳事实上就是美 加上澳愿意让它作为基地 所以说他们现在说AUKUS还要再增加 什么加拿大呀拿进来 也都是门面 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国现在所做的这些 所谓的国际同盟里面呢 实际上实打实要出钱的 或者是要拿出技术的都是美国 那AUKUS本来是希望用英国的技术 但英国没有技术可以去拿到澳洲去 所以说它不是说原来的计划不对 而是没有执行能力 那所以Quad其实也是非常相像的 今天的Quad如果你没有印度 你就没有Quad 因为Quad是印度的 就是印太中间的印 你没有印你就没有印太 可是现在已经非常非常清楚 就是除了从中国大陆往东边的三条岛链以外 往西边一直到菲律宾 不是菲律宾 非洲那个沿岸的另外两条防线 一共会有五条防线 那中间印度当然是非常重要 所以我觉得我们看印度这个国家真的不容小觑 它现在的领导人是一个具有非常庞大的印度梦的一个领导人 它的作为时常非常的剧烈 譬如说2016年他就直接改变了他的法币 因为他觉得地下金融太多 然后地下的那个贿赂啦洗钱那些钱都是放在家里的 所以他就把法币整个改了 你就是要浮现出来你要兑换 然后他就一夕之间做了这件事情 所以他做了很多 你平常人很难想象 因为印度都说是一个民主国家 那平常人都很难想象的事 但是他做的时候 你看到西方国家对他一片叫好 也就是说我们很难去理解 印度跟西方国家那么绵长的关系 就是他除了很久以前就是英国的殖民地以外 从亚利安人到印度的这个次大陆 他就有个跟西方非常绵长的关系 我简单举个例子 譬如说NRI就是不住在印度的印度人 我们现在简单看一下 在台面上有多么多重要的 不是住在印度的印度人 苏纳克 苏纳克的岳父是Infosys的创办人 所以他们也是在一个政商的一个 非常庞大的家族 然后你去看他们的学历 他们的经历 他们是非常深的融入在西方的精英之中 另外举一个美国的选举 共和党的万斯 他的太太是印度人 民主党的贺锦丽 他的父母亲是印度人 他们基本上不是像苏纳克的岳父 那么有钱的Infosys 但是Infosys在创办的时候 并没有那么有钱 那么那是一个跟所有的ICT产业一起 Liggy Carey也是印度人 对 然后我现在回头来讲 就是万斯跟Harris的这个家族 就是属于那种教育的精英的 智慧的头脑的 像这些的NRI在我们算印度的时候 都不要低估它的影响力 因为他们在美国包含在华尔街 你可以算出来有多少的精英在华尔街 你也可以看到美国有多少的高科技的CEO 是印度人 所以说印度它的有一个底气 是我们平常时常低估的 就是大量的NRI在西方的体系中间 被拥抱进入了极高阶的位置 那回头来讲的话就是 如果Quad继续的 只要是跟西方能够在一种共舞的状态 就好像两个在跳华尔兹的状态的话 那么它一直就会在这个西方的体系中间 具有很庞大的力量 也会是美国持续拉拢的一个对手 所以我们应该还是会看到 无论它做些什么事 就是即便是我们看到觉得这么明显 你这么难看的事情 但是最后大家还是会给它面子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光源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钢防晒凝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